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Sirco注入漏洞这个专题的最后一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针对MySirco输入库一个注入的一些实力演示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主要是从以下这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个展开 第一呢就是针对咱们MySirco输入的一些常见的测试语句都有哪些 第二和第三呢就是一个实力演示了 那么第二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手工的一个注入实力演示 第三呢是针对一个工具辅助的一个注入实力演示 那么咱们这里用到的这个辅助工具呢 同样也是SircoMap 那么咱们这里呢首先看这个MySirco输入常见的一些词语句都有哪些 然后我在这里呢就给各位学员列举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像一些函数 包括一些常见的这个输入库他执行了一些语句命令 那么像一些其他的我没有在这个PET中说到的一些这个函数 还有语句 我希望各位学员呢在课后可以从这个互联网上去进行一个搜集 然后呢去学习并且掌握 因为咱们本次课程呢是一个实力演示课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开始咱们这个实力演示的这个环节了 那么我这里呢是在本地搭建这么一个环境 IS6.0加PHP加Masko 然后这里呢是咱们的目标URL地址 那么我在这里呢在浏览器中打开它 好的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的URL 底下呢就是锁定的咱们第一是咱们的执行语句 也就是说这个语 查询id.1啊 这条语句在数据库里面是这样执行的 selecting from city where id.1 那么底下呢就是对应的返回的这个结果 就是查询到了id.1啊 这些记录它的name啊 countercode的还有一些population等等一些 那么同样的就是咱们拿到一个URL 那么首先肯定要是判断 它当前这URL有没有存在这个搜集 那么怎么判断呢 咱们这里啊还是用到咱们之前的 比如and1.1 咱们acquizeta 发现了它这个界面呢和原来的界面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上述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执行语句呢是这样的 selecting from city where id.1 and 1.1 因为1永远等于1 所以这条语句它是真的 那么我在这里把这个1换成2 再acquizeta一下 发现它底下的结果它已经没有了 那么证明它当前这个URL呢是初步的判定的是 它存在这个搜集勒动的 那么这里是and的判断方法 还有像这种-0 -1 同样也是用来判断这个搜集勒动的 当然有时候咱们可以用到单引号 比如acquizeta一下 发现它程序也都报错了 说你有个错误 在mySQL一个server version 好的 那么咱们这里呢 既然确定了它当前的URL呢 是存在这个搜集勒动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执行一些啊 这个词语句去判断 比如说数据库的它敏感信息啊 包括一些系统的敏感信息 使用一些orderby啊等等一些 去判断它的这个字段啊 它的列有几列啊 字段个数 orderby 我这里呢先写一个3 然后呢后面加个警号 那么这个警号呢 其实就个注射复啊 注射的一个符号 然后我acquizeta一下 发现了它程序还是同样的界面 那么我这里在递增 我是4 发现这个程序还没有变 那么这里我在递增5 同样的6 发现了它这里已经报错了 说它当前啊 这个没有啊 就是不知道这个第6 这个字段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里咱们就可以出乎判定了 它当前就是5个字段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使用像这个uni-slag这种语句 去查询一些敏感信息了 比如说-1 uni-slag 12345 然后这里咱们直接acquizeta 然后呢 它底下也反过来对应的结果 像这12345 它对应的里面都是有相应的这个参数值的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把上述的这个123456 12345换成这个 那相应的 比如说获取输入库的一些这个函数 这里我把 比如说我把1换成一个 User 然后我把2呢 换成一个Version 然后呢 我就再把3 比如说我再看一下 它这个当前使用的输入库 Database 4 4的话 我再看一下它这个Massel安装路径 好的啊 那么来 IQ系列一下 然后底下呢 它就对应的返回出了啊 一些相关的敏感信息 好的 那么上述呢 就是一些这个基本的啊 就读取咱们输入库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啊 一些这个函数 包括一些用法 那么这里呢 咱们接下来就要查询一下 比如说它当前 数据户中的表 那么这里怎么查询呢 然后这里呢 我之前啊 写了这么一个这个测试的 一个记录 怎么查询呢 这里呢 咱们用到这个函数 就是uni slag 比如说1 然后获取 它咱们这里边 获取它的表名嘛 所以就用到这个table 下午线name啊 这个字段 然后from谁啊 from这个系统这个表 默认表 where tb shammer 等于ward 就是这个当前的数据库 要指定是ward的这个数据库 然后去它的里面呢 去找表 那么这里呢 咱们只需要把这套记录啊 复制到咱们流量器里面 好的 咱们直接accu-set一下 然后发现它成功报出了一个 ct的啊 一个这个数据库表 那么我如果看第二个呢 咱们这里只需要把limit 后面这个0 多块1 递增 就ok fc的 它发现这个第二个是啊 control 这个表 同样道理啊 接着递增 啊 是这个country language啊 等等一些 那么假如说它还有其他的表 你依然啊 去递增 就ok了 那么这里呢 咱们获取到它当前这个表呢 是这个ct 好的 那么呢 知道表之后呢 咱们接下来就可以从它的表里边 就是查一些这个敏感的一些这个数据了 比如说像它的一些字端啊 啊 等等一些 那么查字端怎么查呢 啊 也有同样的一个语句 我这里先把它粘出来 好的 那么这道语句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从它当前这个表里边查询 这个column 下方向name 就是它字端名 从它这个字端的这个默认表里边 然后呢 它指定了这个table name 就是它当前这个表是谁啊 ct 然后这个数据库呢 仍然是word 然后limit在0 多块1 还okc的一下 发现它第一个字端是id 那么我看第二个呢 啊 第二字端就是name 是吧 那第三个呢 它是control code 是吧 那么第四个呢 是distract 那么第五个呢 population 好了 这就是它这个当前这个表里边啊 所有的这个字端名称 那么接下来我要查看它里边这个内容 怎么查呢 那么咱们这里直接就可以用到这样这个语句了 直接unit select 直接from打这个表 fromct 然后accusate 然后这里呢 对应咱们可以把这个1235 换成它对应的这个字端名 比如说我把这个1换成id 把这2呢换成name 同样的啊 好的 那么这里呢 咱们把相对应的这个数值呢 都换成了它当前的这个字端 那么这里accusate 发现了它成功的把当前啊 这个表里边啊 所有的这个内容呢 已经返回出来了啊 这么多记录 好的啊 那么上述呢 就是咱们这个 circle这个 针对手工的啊 一个这个注入 当然这是一个基于一个unit slag一个查询的 那么底下呢 还有一些基于这个 忙住的啊 忙住的 那么忙住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之前在这个pet中呢 也讲到了 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呢 它不像这个unitslag 它可以直接给你回显啊 报一些报错 它直接可以回显 它这个就没有回显啊 就不会给你返回一些敏感的信息 那么 那么怎么判断呢 它一般就是通过一些这个 比对啊 比较 就进行一个判断 比如说 它获取它当前这个 数据库名的一个这个长度啊 就名声长度 它怎么判断呢 它直接 进行这个语句 按slag length database 大于4 是否大于4 如果它是大于4的话 那么的界面呢 它肯定是正常的 它不大于4 那界面肯定是报错的嘛 那么这里可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然后这里 fc的 发现了 它这个结果呢 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对吧 那么假如说 我把这个4 换成5的时候 那么它程序 就报错了 那么代表 它当前 它这个数据库 啊 这个名声长度多少啊 它是5 对吧 那等于5的话 它反而正常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盲注 当然咱们也可以通盲注 然后呢 来获取它 比如说 它使用的数据库 无非呢 这个盲注的时候 那么你手工的相对来说 就比较啊 麻烦一些啊 就需要挨个挨个去 把这个后面 这奥斯坑马这个值呢 去进行一个这个啊 替换 然后从而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底下呢 就是个报错注入 那么报错注入呢 它有好几种方式啊 那么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这个 Floir 报错啊 通过它它这个函数 进行一个报错 还有呢 就是利用一些这个 固定特有的一些函数啊 比如说extravi value啊 这个函数进行一个报错 还有update.chaml 函数进行报错 那么这俩函数报错呢 它有一个这个限制啊 就是它有长度限制 它就是最长三三十二位 就是它最长的时候 它只会给你返回一个 三十二位的一个这个值 所以它这个还是有限制的 当然有时候 咱们可以用到这个name 下往线const 这个报错 那么这个报错的话 它是适用一个低版本的啊 就是mysgo 低版本可以用这个 那么高版本的话 那么用这个的话 就无效的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先以这个 咱们先啊 看一下 它是怎么报错的 它是啊 显示一个什么 回显一个什么结果 这里咱们粘贴 acusate 哎 发现了它提示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最终呢 把这个version啊 这个版本给输出出来 那么就是利用的这个啊 follow around的零乘二这个东西 函数呢 去进行一个报错 那么有时候呢 咱们这个往往遇到一些注入呢 如果你通过这个什么unitsnap 它没有回显的时候 那么咱就往往需要借助一些这个报错啊 函数去来进行一个这个回显 从而咱们知道咱们的语句是否真正的啊 这个成功 然后呢 咱们也可以直接的从页面中获取咱们想要的一些结果 好的啊 那么上述的就是咱们这个mySQL手工注入的一个这个环节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咱们这个工具辅助注入 那么咱们工具辅助注入呢 同样的啊 也是用到咱们这个环境啊 和咱们这个手工注入一样的啊 目标UIL人们工能用到的工具呢 是这个soulmap 这里我把它打开 那么soulmap呢 相信啊 大家就是从上一节课啊 也看出来啊 它是还是相对说比较简单的啊 就使用起来 怎么利用呢 直接把这个UIL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这里咱们加个-p 然后呢 指定这个参数是ID 然后呢 再加一个-dbms 它是mySQL的 所以咱指定一下 好的 接下来回车 OK 好的 它这里呢 已经啊 成功提示了 然后它是一个mySQL 选外 好的 它现在已经发送这个注入的配流的 已经正在啊 成功的一个注入了 这里 大家请稍等 好的啊 它这里已经注入完成了 然后呢 这样咱们弄一下 这里呢 它已经会遇到了 它当前的这个操续系统版本啊 以及它使用的这个web容器 is6.0 pvp5.3.14 mySQL 这个GIT版本 那么这样呢 同样和这个上节课啊 就是咱们这个School Server 诸如一样 那么我获取它数据库 怎么获取啊 杠杠 DBS 好的啊 它这里就成功的获取了 它当前啊 这个mySQL里面的一些数据库 有信用默认的 当然还有咱们这个web的 这个数据库 那么其他呢 我在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演示了啊 那个参数呢 是和其他的 像这个咱们上节课啊 就是这个School Server 它是一样的 好的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个工具辅助 好的 那么最后呢 就来到咱们这个 客户系体的环节了 那么这里呢 我同样给大家留了两个 这个小练习啊 那么第一呢 就是咱们本地 去搭建一个测试环境 是什么呀 web容器是i6.0 然后是支持php的 并且用到这个mySQL税库 那么搭建完成之后呢 那么干嘛呀 那么在这里呢 就要尝试着去构造一个 比如说有这个 思考树漏洞的一个这个脚本啊 就php文件 那么对应的这个代码呢 就在右边啊 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参考 然后呢 答案完之后呢 咱们就要尝试着啊 去用手工或者工具 去对这个 咱们这个UIL呢 去进行一个这个 思考树的一个利用 比如尝试获取 它数据库的一些敏感信息 或者读取一些 它系统的敏感文件 等等 好的啊 那么上述呢 就是咱们本次课的一个这个内容了 那么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 谢谢大家观看